我职业生涯的比赛 就是一大半都是在LPL上面打的 所以说除了游戏越打越厉害的话 我觉得LPL就是让我变得更加成熟了 这是我在LPL度过的第五个生日 不管是亲自来基地送我礼物 送我祝福的粉丝们 还是说在网上面留言的粉丝们 都非常谢谢你们 然后之后我也会更加努力地去训练 然后在赛场上面展现出更强的一个我 然后在今年突破自己 来到更好的成绩 中路武装态对野区的支援的次数是最多的 然后野区对中路的支援的次数也比较多的 下落长长的一波gank 先逼出闪现以后上去顶到的imput 想要回神反打却没有能够打出独有的障碍 一局是中野两个人联手绕了一圈 这里已经听到蜘蛛的位置了 顶起蜘蛛变成蜘蛛形态 交了一个闪现 Amy现在还有一个盘斯 应该是不会死的 可是长长绝了一个地道 往萍林的方向过 萍林先接一套 以后打住他火男的被动 进一步的耗血 但没有用啊 被Skilt用他的球给赶上了 不过与此同时 中路也支援的过来 上路的TP是被打断了 这样的话 武装态看能留几个人吧 两下毒牙 三下毒牙留下了一个场场 再来一个QG能打到了 Skilt也能杀吗 杀掉了 他说来一刹四伤吗 有机会 没没闪现了 没闪现了 比较困难一点 要再往前追待 Aboy是什么资源都没有 他也没有万箭击发 简箭打到了 要打出一个 这没有办法打出四伤 时间比较长一点 但是这一波是 四个人头给到射女 基本上是马上被他接管战场 这一波打蜘蛛 没有太多的毛病 也没有交什么招式 还可以 对的 我们这个时候 开始算的话 都是ETG占据一个小优势的 那这个时候治疗素交起来 而且Skilt拿下来 一个辅助的人头 然后立马往后撤 这个 三千英捆 对 打断了TP 无状态这个闪现大招 对方的下 后面两个残血的人 全部分割开来 Skilt没有人侧应 只能交出闪现往后退 但是他那个位置 已经没有办法 测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了 主要蛇女的支援的速度 要是再晚了两秒的话 这一切就没有办法发生了 但是无状态的及时支援 对团队更加稳了 没错 而且本来论一波的伤害 就是老干爹的阵型战 平安爷爷下落 是兵舰命中了 维鲁兹 Limper走不了 场长永远都在下落 来位的上场也是有一点关系的 但 这个打法现在是非常的奏效 又抓到一个没有闪现的无状态 无状态一个反手的大招 打得很亮 Mako一口吃 吃掉自己的队友 有没有机会先手 把对方无状态给杀掉呢 从中单是交换了一下 Mako交出一个闪现 一字捡逃走 但是被对方 赶过来的上单给戳死了 场长一打二被节俭到 Mako后面给了个大招支援 反手捆了一下平野铃 打得非常的大 场长开了个大招 收掉平野铃的人头 而且钻了个地洞走掉 最后还是被 Mako这一下普攻给收掉了 还到一滴滴的 这样一个暴团强势期 终如依然在压制 但无状态打的是稍微有点凶了 这个Skout其实打得有点辛苦 但大招的时间点还是蛮好的 大招把无状态往回拉一点之后 让无状态没有办法打出足够的输出 否则如果是正面战装队打的话 但无状态是可以把人给S的 这边击杀了无状态以后 又逮到了在侧边侧应的Amy 在场长有这样的一个干壳的节奏在动之中 走入发射玻璃反打 就是打出了一个闪现 节俭没有打到是一个关键点 而且这时候场长又支援到了 一个大招飞波 无状态再度被场长长给斩杀 而且后面的考了长长的再度 一再一再的支援 而且现在在地图的视野侧重上面 可能老干爹的视野核心是辅助有关系 就你会发现 哎呦对啊下路有一锅的对拼 然后先A了一锅两下以后 给到一个寒冰剑 但是火难那个大招出来以后 还好有塔姆一吞 这里Iboy是勉强存活下来 然后传送了一个大树进来 走的速度还蛮快的 加了一个闪现之后捆上去 硬是击杀了拼有点危险吧 但这 这个时间 发跳到了 发跳到了 可能还好 那舍女在这地方 乌状态要来 摆起来了 可是他背后其实有个大树啊 阿光捆了过来 乌状态很难受 又是一个大招 没有神经浮 又是一个恶狐 不时地进行防守 那兵舰上来 兵舰直直的命中了 维鲁斯后面有一个大树传送进来 大树进来的位置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的闪现 捆一下 回敲 大招绑到了 超慢的大招 从后面慢慢地过来 在这里却无出格多 好难受 这一波阿光从后面绕进来 绕得确实相当漂亮 7-2-3 这种 王子TP 找机会绕后 但是艾米已经被打残了 这一波 看下Bunanda的先手能打到谁 EQ 没有打到人 王子后面进来 打了艾波尔两下 艾波尔掉了一点血 可能其实问题不严重 在火南的大招进来的同时 塔姆是把男兵一口吃下 所以这一波 老格列的进攻又再度地失败了 我闪现是没有办法想要逃走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被大树给拍了回来 所以只能撞墙 舞蹈他被逮了下来 EQ 自己阵容的节奏没有断 但是老格列现在 节奏断的有点厉害 主要AQ 这个位置太难受了 交了闪现 躲掉了八条魔灵这个大招 但是八条真是有个女妖面杀的 所以没法解减 Fanana这个绕后 但是看到自己的队友已经被开了 关键 艾波尔是瞬间被秒 正面少了一个AD的输出点 只剩一个扩 扩又被这个大树的大招 给封了一个死死的路 然后团队一个人在下面 一敌二 但是没有能打过 这一波的阵型 好 这个EQ 盖大 韩平都死不了 但火南大招过来 赶紧严命手快一吞 然后正面又展开了一波的团战 大树大招再次从后面缓缓而来 看这一波是被无双态 已经击杀掉了两人大将 移居的场上场面不是太妙 不过眼前有两个残血的老干爹人物 只要老干爹正面的自己先手开到团 后背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会比较轻松 但问题就是像这样 如果是EDG先开老干爹的话 那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对 还是这个 非常关键的那个辅助输出点 被打掉了 现在老干爹在正面少了一个 很重要的AOE伤害 马上开 大龙一定这边 大龙打得非常快 还是得上来 你可以靠无双态做点文章 还是得上来 下来 Amy 有没有机会抢 抢 我抢了手里 抢了这个大龙 这一波老干爹还要接团战 而且是上单狂到了对方的 一个ADC单吃掉了 还冰胜手 这波Meko吃掉了中单招 书高的东上 自己英勇就义 但老干爹这波拿到了大龙buff 点燃了自己的翻盘之火 那一波正面团战 接下来老干爹虽然少了一个人 但是完全不逊 我们看到大叔上来 然后被简简躲掉 蜘蛛下去抢到这个大龙 大叔在这边很尴尬 保护不了队友 然后ADC这个时候没人保护 是被上单直接切死了 无状态在正面这个时候 装备也挺好的 挺无敌的 那最后我们看到 Meko忠心护主的一个 哇 这直接拆掉了吗 对对对对 拆掉了这些 大叔没有伤害 大叔没有伤害 但是Bananda感觉没闪现 走不掉啊 这会被拉下来 Bananda要被击杀了 这一波一个 被打断了一个EQ20 白手碰大招 Meko是吃到了这一下 蛇女的伤害 Meko一个吃掉了八条文灵 挡住了这一下的AOE伤害 但是长条就被 硬朴的一个大招 附在了原地 被打出了一个闪现 残血 就是我输出的时候 不需要走进 皇子EQ的道的范围 才叫手长了 对对对 这一局比赛的定义 已经变成这样 哎 开对方的蜘蛛女皇 蜘蛛这边算是比较肉的 天外飞天拉开 帽子有点扛不住了 这个时候他们有两台 吐龙也是可以打的 因为发疼魔灵这个大招 才是现在 1DG团战里面 非常关键的一个技能 黄子EQ20 框住 框起来以后 然后让火男大招进来 耗掉一大波的血量 常常一波大招铺完 但这里1DG只能往回撤了 八条的一个大招 打中两人 还明前上去 就打出了维瑞斯的闪现 决定这一波不开 感觉这一波其实可以 大树把大招放出去以后 大树 闪现被输地了 但是皇子这边 夸到了三个人 大树三个人 蛇女一个闪现大招 接上combo 克雷拉夫只剩一次血了 大招考验三二 反现反手闪现走 V波 艾波也被打出了自己的闪现 本来他还在往前冲 还要把对方赶走 这时候他身上有复活甲 他是不虚的 接下来的大龙推进 这样子 这一波他们也没TP 但可以拿到远古龙啊 感觉 打掉了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这个教育 老百年肯定是可以接受 皇子一个EQ上去 这时候盖达没有什么意义 后面的队友是跟不上的 高队没有闪现的 但是MACO可以吃他 这一波克雷拉夫在前面 扛了很多的伤害 长长就不要被击杀了 身上挂着八条罗林的球 这个威慑力还是比较大的 杰杰截到了 这一荣耀帽子要开谁呢 没有开成功 这波是EQ这边开的 不是很成功 大树捆上去 捆到一个火难上 果也比较一般 但Skout是成功的 把Amy给杀掉了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 塔姆能够囤一手 所以长长也没有死 这边有一个富豪甲站起来 黄子是被五个人围在核心 对 杀到后面的草丛那边传了 蜘蛛权 想要如法炮制 Amy能够再一次当英雄吗 又吵到了 再一次当了英雄 又是Amy 而且最后 虽然是被韩平之后一枪射死 但是抢到了大龙 老格丁这不能撤吗 还有三个人 黄子的一颗要里面打断了 一步闪现上的高际 保不了 保不了龙总了 接掉 到了只要闪现 以后一个QW牌 轻松地收拾掉了英雄 现在黄子盖了一个大招 又想要逃走 哇 看到场上凌空而起 三百斤的大挖掘机 飞扑过去 打完了这个几下 我的天 大龙给抢了 但是队友撤退不及的状况下 被一扫而空 只剩下无状态一个人 在基地前面 没有办法守下来 一地区是险中求胜 这一波真的是险胜 两边打到了 纠缠了50分钟 最终由一地区拿下了 这个BO3第一局的胜利 恭喜他们 这一局赢下来真是 路途非常的曲折 特别不容易 首先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局 常常这一局的发挥 至关重要在前期的发挥 但在中期老根爹 依靠一波 依靠两波吧 非常勇敢的这种进攻 抓到了对方的一个空障 特别是中路那波 在没有暴击团队的情况下 把Mako给抓死了 找回了一点自己的节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